換成用掌壓 我們剛剛是指壓 那現在是掌壓 一樣是沿著你的脊椎兩側 只是剛剛是大拇指 現在是換邊手掌 那他只有往下壓 像一般早上他們可能習慣就是這樣推開 對 他剛才已經飄一聲了 所以那他只有掌壓 他只有這樣子 所以他的動作也是比較像傳統的指壓 所以他都是往下壓 在壓的同時 我們會叫這個茅特爾吸氣吐氣 或者是請他嘴巴為張 因為他在壓胸部的地方 才會造成創傷 我覺得你在考試當中 你還是要跟他交談 你不要好像做人要背那個動作 你就是一直記一直記 你要跟他隨時保持一個互共 所以我的頭部需要比較輕 那身體需要比較壯 你就隨時這樣問他 你可以詢問他的力道 對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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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